大家好,我是老白 今天我们将为大家介绍装置了 英特尔11代赛阳CPU N5105的低功耗迷离小主机 Blink 0x N5105 这款小主机在海外的名称是U59 Pro 在国内的名称是EQ59 Pro 是Blink 0x推出的低功耗迷离小主机 它装置了4核的N5105低功耗CPU 24EU的英特尔UHD核显 双通道DDR4内存插槽 PCIe 3.0 SATA接口 三屏4K60Hz显示输出 双千兆板载网卡和WiFi5 打开来看一下 这就是主机 124x113x412 只有不到0.6升的超小体积 主机和所有的配件都在这里了 短HDMI线纳 长HDMI线纳 显示器背架和螺丝 说明书 最重要的是这块电源 12伏3A一共36W的功率 我们把小主机拿到手上 真小啊 可以拖在我的手上 机身接口 前面板 USB 3.0接口 两个 Type-C接口 耳麦接口 电源开关键 后面板 双USB 3.0接口 双千兆网络接口 双HDMI接口 12伏电源接口 我们要打开后盖 把机器拆开来 卸下4颗螺丝 轻轻拨开 注意这里还有一个连线 是连接二连五寸SATA SSD的 我们来看看都有哪些接口 双通道DDR4内存插槽 现在插了两根8G的内存条 M.2 PCIe 3.0的SATA接口 配置了一块512G的SSD 这里还有一个空的SATA插槽 可以接一个二连五寸的SATA SSD 好了 再没有其他接口了 我们把它复原装回 这就是我们要测试的 赛阳N5105比例小主机 我们先来玩游戏 英雄联盟 1080P中等画质 最后大团战平均50多帧 想不到这台低功耗小主机 也能流畅的玩一下英雄联盟 虽然这是24EU的英特尔UHD核显 带给我们的游戏体验 只是能玩 但一个准系统 只要600多元的迷离主机 我想大家都不会有太高的苛求 接着我们看看 英特尔UHD核显的相对强项 视频解码 是的 它最高能硬解本地8K60帧VP9的视频 CPU平均占用23% GPU平均占用100%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YouTube 4K60帧VP9视频流畅播放 CPU平均占用25% GPU平均占用65% 接着我们进行CPU测试 CPU-Z多线程1022 单线程262 GIGBENCH 5多核2080 单核636 OpenCL比较弱 只有3715 Volkan 3397 CENI BENCH 223 多核2138 单核613 PASSMARK多线程4348 单线程1558 这个成绩还算不错吧 4000多的多线程能干不少活的 最后看娱乐大师 总分344788 CPU得分125993 以上这些测试和我们以前测试过的N5105的成绩是差不多的 稳定性是仅次于性能我们最关心的问题 我们打开AIDA64 跑FPU单烤的压力测试 CPU一开始就冲上了17瓦 温度也最高冲上了88度 整机功耗24瓦左右 弹指维持了50秒 就逐渐下滑到CPU功耗15瓦 整机功耗接近22瓦 CPU频率有一开始的2.8GHz 调到并稳定在2.6GHz CPU温度稳定在84摄氏度 我们运行单烤了10多分钟 小组议一直非常稳定 PCIe 3.0 SATA硬盘测试 ASSD Benchmark 读483兆币每秒 写454兆币每秒 总分707 Crystal Disk Mark 读529兆币每秒 写474兆币每秒 这种成绩 在PCIe 3.0 SATA 也算是可以的 我们还测试了 小组计的WiFi网卡 这次是WiFi5的5线网卡 能跑到300兆左右 我们也测试了 板载的千兆网卡的 内网性能 在本机上运行 Apple 3的服务端 在测试机上运行 Apple 3的客户端 发现上行 不论单线程还是多线程 都能跑满 940兆带宽 而下行 单线程和多线程 都只能接近890兆 Link U59 或者EQ59 Pro 装置了11代 赛阳低功耗 N5105 CPU 在Windows下的功耗 表现如下 Windows下 代际功耗 4.3-4.5瓦 CPU-RAE最高功耗 49.91瓦 DXBench 5 最高功耗 25.25瓦 Cinebench 223 最高功耗 22.99瓦 Passmark 最高功耗 24.42瓦 鲁大师 最高功耗 28.57瓦 室温 24摄氏度 时候 待机温度 59摄氏度 SSD 待机温度 40摄氏度 保留节目 是我们给N5105 运行OpenW测试 CPU-RAE最高功耗 AES 361,101 XX20 186,839 Coremark 77,575 在Coremark成绩上 Belink-Linke这台N5105 和我们测试过的 其他N5105 N5095 成绩是差不多的 都是77,000多 略微低于 I3-1115G4的79,000 略微低于 N6005的82,000 Belink-Linke U59 或者EQ59 Pro 它装置了 英特尔赛阳 N5105 是Belink-Linke 最便宜的 商业迷离小主机 准系统 只需要600多元 就能买到 能硬解 8K VP9的核显 有很强的视频解码能力 适合作为一台HTPC来使用 而三频显示输出 可以作为我们文术处理 上网浏览 提供帮助 太能玩英雄联盟 好吧 它适合轻办公 或者是家庭里视频播放 上网终端 它有双千罩网口 也增添了更多的网络玩法 适合轻度网络应用 那么在N5105 这颗CPU 一连多来的表现 我们发现 它可能是 真不适合 重度网络应用 比如PCDN 如果你买它来 是占宽带上行的Money 可能你会失望的 在不堪重负下 它会给你撂挑子 但是 如果以一个Windows 轻办公小主机的CPU出现 我认为它还是非常称职的 这样一台适合办公室 适合家庭 价格有如此便宜的小主机 推荐给预算不高 仅仅需要一台电脑来学习 上网课 看看视频 进行文字处理的朋友们 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我是老白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